22岁南大学生不知道自己有甲状腺抗净 半夜睡到一半想起床上厕所 双腿突然动不了 起来时候完全跑不起来 他觉得很恐慌 他可能也以为说有什么鬼压床 还有什么东西 甲利值的正常值大概是三到五之间 这南大生的通常大概会低于二 南大生的病症为甲状腺毒性周期性麻痹 一般人听来陌生 其实就是由甲状腺抗净所引起 好发于亚洲20岁到40岁左右的男性 半夜或早上下肢无力 类似瘫痪有严重的低血甲 想要避免发作少喝甜的 国外有研究指出 患者前一天激烈运动之后 喝下过量的寒糖饮料 特别容易诱发甲状腺毒性周期性麻痹 治病急转有可能是因为大量运动 会促进我们的胶感神清 让我们的电解值的通道打开 甲利值比较容易跑进去 男大学生爱运动 以为变瘦怕热老是流汗是正常的现象 其实都是甲状腺抗净的征兆 他因为爱喝饮料 引发毒性周期性麻痹 还好及时就医 补充甲离子安时吃药 又恢复正常生活 大海新闻归零 蔡玉凯台中报道